然後他就把那個羊毛拿起來擠水 那個水剛好盆子 然後 基電就說 不行不行不行這樣不行 耶二華我要再求一個印證 那這個印證就是 我一樣放一個羊毛在那邊 但是耶二華你這一次要把羊毛是 用的是乾的 但是周圍的地全部都是濕的 然後他就去睡覺了 隔天早上起來他一看 哇那個羊毛真的是乾的 但是周圍的地都是濕的 所以基電就跟耶和華說 好耶和華我去幫你打仗